十月份往往是候鸟 从北方转往南方栖息的季节 在预管处塔塔加游客中心的观察下 发现在塔塔加游客中心 可以观赏到上千只候鸟过境的景色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知道 想到秋过境猛行 就会想到要去墾丁国家公园 可是呢 其实我们这边的秋过境猛行 赤福音及灰面狂音的数量都蛮多的 尤其是灰面狂音的数量 我们根据去2020年到2021年 这两年的调查 发现说灰面狂音的数量 其实是占墾丁同期的三分之一以上 那就表示说灰面狂音 在我们塔加地区 它是一个就是 它是主要的过境热点 那在山区赏鸟跟在墾丁赏鸟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主办人会表示 这次共选择两个周末来办理赏鸟活动 并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我们特别选择了国庆年假 以及国庆年假的下一周的两个周末 就是想说可以让民众 去体验一下这赏鸟的行程 那因为灰面狂音的过境时期 一般来讲是10月的中下旬 可是呢 因为它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选这两周 那看哪一周有可能会遇到 那我估计大概就是这几天 灰面狂音就会陆陆续续进入台湾 那我们就是拭目以待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塔塔家赏鸟赏鸟 新议员陈淑慧也表示 后鸟过境相当难得 尤其在塔塔家 欣赏到后鸟过境 非常新奇 欢迎民众来塔塔家欣赏 遇上国家公园 塔塔家游客中心 就发觉到有很多灰面狂音从北至南 尤其是在塔塔家 一直到林子山的这个山区里面 在本周日就发现到有千只的灰面狂音 在天空上飞翔 那个壮观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画面 那到这边来赏这个灰面狂音的 在天空飞翔 遥游的那种壮观的画面 我想这个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属会在这里欢迎各位 主播南威也表示 这个周末还可以欣赏到后鸟的踪迹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 记者邱平逸 新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